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QA時間 今天要來跟你們回答的是有跑者在問說 教練我跑到一半開始橫隔膜痛 該怎麼辦?為什麼會橫隔膜痛? 那首先你應該要先了解橫隔膜痛的幾個原因 有可能是因為在運動前太短的時間內吃了東西 導致你身體開始出現肚子痛的情況 你把它誤認為橫隔膜痛 那第二種可能呢 有可能是你現在運動的當下強度太高了 導致你現在的橫隔膜已經過度收縮 讓他開始有一些痙攣出現 這個時候也會出現一個橫隔膜痛的情況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試著把你的速度放慢一點 開始把強度降低 用走路的方式 它就會稍微有緩解喔 那第三種可能呢 有可能是你的肋肩肌太緊繃 導致你的橫隔膜過度呼吸換氣 讓他開始疲勞 這個時候可能就會開始有橫隔膜痛的情況出現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肋肌緊繃 所以你的胸腔擴張的程度就會被受限 呼吸進來的氣就變少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橫隔膜 就要變得更頻繁 呼吸節奏就要更多次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導致你的橫隔膜過度使用 才會出現你的橫隔膜痛 那該肚要放鬆呢? 試著跟我一起做 把你的身體先長高站直 然後手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伸展之後你會摸到你的排骨肋股之間都是肉 那這個肉呢其實就是你的肋肩肌 透過你的手指伸進去縫中間 做左右的滑動 伸進去前後左右按一按 其實透過這樣的放鬆呢 就可以讓你的肋肌肌重新得到空間 那當你重新得到空間 你的呼吸進氣量自然變大了 這個時候你的橫隔膜 就有可能會讓它有改善 但記得就是賽前做 所以如果你比賽當中遇到了 試著放慢你的步調 放慢你的呼吸強度 才是對你比較有幫助的效果 好啦那我們今天簡單分享了幾個重點 希望聽完之後你可以透過這些方式 來改善你在比賽當中 會不會有橫隔膜痛的情況出現 那我們今天影片終於結束啦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喜歡影片的影片 這邊可以訂閱我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